Hello 各位青春制作人们大家好 听得见我说话吗 Hello 等你们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呢 想必你们应该知道 我们要去清理三合体了 然后呢 事情是这样的 我经常呢 会落掉 就是群里的消息 刚才我打开了群里 发现了小条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个真的说实话 我们火锅成功了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团 能超过我们 然后我们顶着帅 孔雪儿和安琪 让其他人顶着在上面吃 最后谢可迎喝汤都喝掉 刘雨昕在旁边跳泡瓶阵 然后我就说火锅 然后小条就说 你负责烧火往炭里吹气 然后御元就说 我们这次表演要顶火锅 你不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什么时候 他就说22号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觉得怎么都不通知 我要表演这样的节目 那我哪有时间去准备 然后Kiki在里面也说了一句说 然后我说不懂啊 要排练吗 然后Kiki就说 她发了个问号 然后说我也没有时间排练 然后我就很生气嘛 我就去我的工作群里 我就说 为什么又没有人跟我说要顶火锅 我说 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要表演顶火锅 然后就是add了很多工作人员 然后后来工作人员就说 什么顶火锅 你在说什么 开玩笑吧 我说你们一定是忘了告诉我 刚刚在群里大家都说了 这次去Kiki表演要表演顶火锅 你们如果不提前告诉我的话 我可能就 我又不知道 我就没有时间去练了 然后我又去发给了Kiki的节目组的 各个工作人员说 我们这次来是不是要表演顶火锅 后来我就想确认真的是假的 为什么好笑 不是 为什么我要相信这件事情 后来我就去群里骂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我真的以为要顶火锅 我不接